Tesla的自駕車 先來請教一下幸福哥 大家以為Tesla的自駕車很厲害 現在不只Model 3生產不出來 自駕車技術嚴重落後怎麼觀察 我想在電動車的部分 我先下一個大結論 電動車當然最近整個Tesla的表現不是很好 但是未來電動車的一個大趨勢 我個人認為 它的產業前景的發展還是非常的看好 而且明確 怎麼說呢 因為像包括從這個2025年開始 從歐洲包括像荷蘭挪威 就要開始禁止這個生產所謂的汽油車燃油車 甚至未來包括像是這個印度 在2030年 德國也是2030年 2040年的英國 那甚至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中國他也聲明說未來 當然他時間還沒有定 未來大概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們也會停止生產所謂的燃油車 所以其實電動車它是一個未來的一個大趨勢 而且我們從這邊 趨勢沒有問題 對趨勢是沒有問題 而且我們從這邊成長率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 整體的這個所謂 這個電動車的一個成長率呢 這個非常的高 那以這個 當然歐洲是這個環保比較嚴格 所以它的成長率是最快的 紅色這一條線呢 是在這個Global 就是全球的部分成長率不錯 中間比較淺藍色這一條是中國 所以中國其實因為現在的這個 他們的一個環境污染非常嚴重 所以這幾年呢 政府也在大力推動所謂電動車 像上海你要知道 你有錢不一定有辦法 有車可以開 為什麼 重點不是買不起 其實上海很多有錢人 重點是你沒有辦法有車牌 要買到那個車牌 對要去搖號 那搖不到呢 不好意思你有錢買車 但是你沒有車牌可以掛 你也沒辦法上路 甚至呢 可能很多人 這個為了求到那個車牌 有時候可能車牌比車還貴 都有這種離譜的事情 但是如果說呢你是買電動車 不好意思就可以直接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 中國政府呢 他在推動電動車上也不遺餘力 那也創造出一個非常高的成長率 那這一次Tesla來看的話呢 其實問題 其實內又外患 因為從過去來說的話 Tesla我們從這個去年 上半年 從January到Gene 就是上半年 其實它的一個銷售總成績 這個紅線框起來 Tesla是第一名 那這個是品牌 第一名是Tesla 第二名是B&W 第三名是比亞迪等等 那這邊呢 是個別車子的一個銷售率 那第一名來看的話呢 是這個Toyota的那一款 這個汽油車 這個電動車排名是第一 但是呢 這個Tesla的Model S加X 分別是3跟4 3跟4 所以其實它表現是不錯的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這個Tesla 除了剛剛我們講到了它的內優 它的一個產能 特別是電子的一個良率 零組件的這個良率不足 導致它生產不順 甚至呢 包括它帳上的一個現金流不夠 可能已經被這個信品機構 這個所謂 調降它的一個債性平等 對這個報告有說 它未來18個月大概要需要80億美金 如果它湊不到這一筆錢的話呢 它就正式可能要破產 台灣的相關Tesla供應鏈的話 接下來要怎麼看 因為畢竟不是每一家公司的 營收跟Tesla的關聯度這麼高 有些是關聯度沒那麼高 幫大家觀察一下 好的 那我們直接來看這個Tesla供應鏈 那這邊有幾家 那這邊我們看得到的 包括像什麼 順德等等這邊 這邊是一個大略的圖 那我覺得這邊我直接講結論好了 比較快 那這邊我整理出來比較重要的公司 那它呢 其實我們就技術面 還有今年這個前二月的營收 還有近五日三大法人來看 我這邊三個打勾是我認為比較OK的 比較OK的 包括像高際 它是做這個車用的PCB版 再來的話呢 包括像這個2360的這個智茂 中多的一個格局仍然沒變 最近這五天呢 三大法人也買了2364張 另外呢 包括像是這個 中碳 1723中碳 因為中碳的話 它在這個所謂複集材料的部分 那其實 它出的當然也不是只有Tesla 其他如果說是用鋁電池相關電動車 也都需要這個材料 所以這幾檔個股 目前籌碼面還有 技術面呢 整個所謂 狀況都還不錯 但是有幾檔個股 我們這邊也不是說一面看 有打差的 其實包括像 這個1532的核大 雖然前兩個月的營收表現還不錯 但是呢 它已經跌破所有均線支撐 那現在是公投排 線性已經走弱了 對這個要小心 另外打差的 還有包括像是4721的美吉馬 美吉馬的話也是一樣跌破季線支撐 那我們知道季線也是重要的一個多工轉折 最近反而也在呈現賣超 另外呢 包括像是3023的信邦 主要做的是 相關的這個所謂連充電的充電線 其實呢 最近反而也在大賣 賣了2705張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單就Tesla來說的話 或許會說它短線上 這個股價重挫 影響到可能未來拉貨的動能 但是如果說 你看整個電動車產業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我個人認為 整個大環境的趨勢 還是對這個電動車未來發展是比較有利的 好這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宏達電 因為宏達電今天的消息不太大 不過我們查一下 宏達電現在的股東人數 大概還有12.3萬人 基本上還蠻多 而且呢 我來查一下 擁有一張到五張的人呢 他的佔比是18% 所以基本上 擁有宏達電的人 是屬於這個小股東居多 那我們知道 他的股價呢 現在就是幾乎在歷史相對的低點 即使今天 在這個六十幾塊位置 跟過去一千三百塊錢來比的話呢 這個我相信幾乎所有人都呈現套牢的情況 不過呢 今天外資有特別講 我們先看一下 去年呢 他的財報公佈了 是虧了兩個股本 不過今年呢 可能會大賺三個股本 不過 後年呢 又回復到正常 只有小賺一塊錢 這個變化這麼大 那股價在歷史的低檔 到底有沒有機會翻身 我們這邊要打一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他有特別提到 宏達電呢 這一次他的 今年可以賺到三個股本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一次打消了手機 跟一些其他像這個 這個VR的一些庫存 大概是85億 一次把它打消 另外他之前不是把這個部門 這手機相關的研發部門 賣給Google嗎 拿到了330億的台幣 再加上他手上的現金呢 他大概有510億的現金在手上 那根據這個他過去兩季的財報遇過 他每一季大約會花掉 燒掉20到30億的這個資金 所以這510億呢 用來每季花掉20億到30億代表呢 他未來四到五年呢 基本上呢都不太會有資金的一個需求 跟剛剛我們講的Tesla相反 Tesla呢 現在是沒有錢了 這個錢已經快燒光 但是反過來 宏達電 股價在歷史低檔 現在手上一堆現金 當然他的未來在哪裡 手機的部分呢 可能大家都不太需要期待 主要是在VR跟AR的部分 那當然報告上面寫的 非常的樂觀 就是說 這個未來的年複合成長率 在AR跟VR的部分呢 這個年複合成長率 居然高達50% 但是宏達電 能不能全部吃到所有的商機 我們持續做觀察 另外呢我們來看一下 宏達電 相關的這個族群 應該說威勝集團 最近的股價其實還蠻可怕 像威勝呢 大家還記得 最近的狂噴 今天又創下這個十年來新高 這一段呢 從年初到現在大概 漲了三倍 那宏達電呢 當然他還是沒有漲 還是在低檔做一個震盪 那他底下像建達呢 這一個波段呢 漲了135% 還有這個立位 其實大家對這些股票 不是很熟悉 大概也漲了73% 不過重點是 這個威勝集團呢 有一些股價在歷史低檔 開始做飆升 宏達電到底有沒有機會 我們到來請教一下來賓 不過呢我們再延伸一下 宏達電如果由虧轉盈的話 今年呢其實今天報紙有整理說 去年第四季喔 台灣總共有33家的公司呢 也是由虧轉移 這是代表個別公司 他經營比較好 還是說整個產業趨勢向上 那我們仔細看下來 你會發覺 這個是股票部分 抓幾檔做代表 那這件是他們相關的領域 你可以發現喔 大部分都是在半導體 相關的部分 所以怎麼看呢 我們做了一系列追蹤喔 其實半導體的趨勢 往上是沒有改變 因為從去年這個 第四季財報由虧轉盈的公司 就可以看到 所以現在請教一下賓勝 第一個宏達電呢 今年是由虧轉盈 結束三年的虧損 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這些12.3萬的小股東 他到底要不要繼續忍耐 第二個呢是相關 從這個由虧轉盈的公司 有沒有看到一些 產業趨勢向上 幫大家觀察一下 這邊是這樣喔 那宏達電的話 今年的轉虧為營 其實法輪報告來講 他說EPS20到30 但主要是 還是處分資產 那處分資產的話 基本上是一次性的收入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不屬於可持續性 就很像中樂透一樣 不是這種橫腸所得 對 如果說他真的要翻身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追蹤 他每個月的營收 你如果說真的體質 或是說你的體質有改變 或是說你新產品出貨很順利的話 他一定會反映在營收上面 所以我們就逐月來追蹤就會 所以暫時不必被他所謂的 EPS20到30塊去迷惑 我覺得還是要看未來的營收 會比較準 那至於說虧轉營 那虧轉營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要看內涵 那我們講說 像大K剛剛講的 這30幾家虧轉營的公司 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 基本上我們還是要看本業 因為你虧轉營 有可能你是處分資產 對 是本業還是業外 對 或是說你是轉投資的收入 那我們就看營益率就知道 我們講說 這個第四季的這個營益率 如果說他還是付的 那當然我們就不用考慮了 所以說 本業還是沒有賺錢 對 所以我們就值得懷疑 尤其像有的 他營益率付的還比第三季 還要付的更多 那當然就不用看 那另外 另外這個還是有些付的 另外我們還要看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過濾這些 我們 因為這畢竟是第四季虧轉營 但是未來呢 現在第一季快過完了 對 那第一季所以我們還要看 第一季的財報 第一季的財報 我們先看他營收動能 所以我們這三十幾家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營收動能加上去 你至少累積一到 雖然三月快公佈 但還沒公佈 三月快結束 那至少一到二月你要成長 至少 那我們抓假設成長5%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營益率是負的 不好看的 把它剔除掉 那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這三十幾家 三十四家 三十三家就變成 剩下只有十六家 對那十六家我們還要看啊 就是說你的產業屬性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營益率 比如說你這個營益率的東能 從這個第三季 這邊是第三季的營益率 然後這是第四季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 你第四季減到第三季 就是它這個營益率的變化的 幅度大不大 就這一列 那我們看有一個 比如說精彩 就跳出來 剛剛講的半導體 它跳很快 交叉比對之後 對交叉比對 但是呢有一個缺點變說 它二月份 因為二月份雖然工作天 只有少四到五個交易日 也不會變動那麼大吧 它-40% 那這個當中 這個就我們還要再追蹤了 就很傷腦筋 那我們反過來如果說 從一二月的這個營收 概況來看 來挑出來 然後對照這個第三季 第四季的營益率 反推回去 那第一季的財報 會比較亮眼有哪一些 那我們來看 從這個畫面上 這邊來看 這導播要照近一點 要不然看不太清楚 對 像這個比如說 像我們看到第二個 中碳 這剛剛前一位來賓有講 這個剛好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 電動車供應鏈 那接下來滑邦電 這半導體 然後我們如果看 它有什麼特點 主要我們看它營益率 這是第一季營益率 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 等於連續四個季度 它營益率都往上跳 那我們知道 營益率代表什麼 就是你每100塊錢的營收 它能夠賺多少錢 是 那你的營益率如果往上跳 那搭配這個前 前兩個月的營收 又是大幅成長的話 那個是雙重效果 這個財報 所以這些個股你念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那個字有點小 對喔 這邊比如說是 這個雅德克 中碳 華邦電 自貿 當然自貿也是 剛剛跟那個電動車供應鏈有關係 藥華 這個是屬於PCB 然後技嘉 全新 利隆電 可乘 這蘋果概念的股 但這些股票裡面 有相當多 有兩大組群 一個就是被動元件有關係 漲價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這個利隆 還有這個我們後面 比如說這個比較後面 我們有利噸 這個也被動元件 那玉邦這個都被動元件 那我們如果從這個欄位裡面 再去篩選 因為營運率你要連續四個季 都往上跳升 不容易 比如說有的很可惜 比如說像聯合 它第四季的營運率都掉下去 像有的是高高低低 那唯獨比較可以很特殊的 我們可以看到台聖科 它是每一季都連續四個季度 都是往上升 然後合金它也四個季度往上升 然後這個利噸它也是四個季度往上升 那剛好它會代表什麼 就是說本身它的產業趨勢很強的往上 而且它擴廠不易 尤其是矽晶圓 因為你現在擴廠設備 現在訂購要一年交集 比如說現在三月 你要到明年三月 所以它擴廠不容易 所以我們特別 所以它擴廠不上重目的 所以它 costs個天空 然後一年六月 所以在海浦之前 然後還會找到 大小嫂還會 找到這個房間 要找到這個房間 然後要找到這個房間 更大小嫂 然後再加一點 然後這個房間